字幕提供 我不知道現在的大手是怎樣啦 現在的腳踏車也沒那麼多 現在大家都在騎那個什麼 烏敗喔 還有什麼貴東西 我是沒騎過的 可是以前說真的 以前大家真的腳踏車 沒有人敢買很好的 以前你買了一台捷安特 騎不了兩天的 而且那個腳踏車後面都很麻煩 你根本不敢放在樓下 你只能把他每次都把他扛回家 我家沒電梯 你把他媽腳踏車每天都扛 樓上樓下這樣扛 買一個腳踏車 然後你每天都怕他被偷 到底買他幹嘛 騎出去也不敢在外面停 不過以前我去的那個場所也比較不適合 就是都是電動場啊 可是不去電動場也是被偷 之前去騎去那個時候 我們這邊綜合那個二高還沒起來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騎到那個 景和運動公園 以前的景和運動公園那個地方 後面是一整塊荒廢的地 然後有一個很高很高的 一個電塔 然後那個時候騎到那個地方 你可以直接到那個 那個還沒好的二高 你就躺在那二高上 然後車就停在旁邊 然後你就看到有人衝過來 一路往你的腳踏車 一路一直飛奔跑過來 抓住你的腳踏車 開始一直跑一直跑 他媽 人家都可以直接在你面前 幹你腳踏車的 真的不誇張 那已經不是偷車了吧 我以前也有過啊 我以前也有過啊 那天出去的時候很累 媽真的很累 回家路很遠 走路走很遠 然後發現路上有個 年紀比我小的 欸 兄弟你腳踏車借我一下 明天還你 不行這是我媽媽買給我 我說借我一下我明天就會還你了 可是你要怎麼還給我 我一定會想媽找到你 腳踏車一定會還給你 真的會還給我嗎 下車下車下車 然後就把他騎走了 哇哇哇哇 然後到家就把腳踏車丟到路邊 我跟你講啦 我再跟你講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邏輯 他今天被我借了車 他學到這個經驗 他如果再被人家借幾次車 他長大就會跟別人借車 對不對 總有一天他會借到他自己的車 我就還給他了 我只能跟你講 那在中和 那腳踏車根本活不了幾天啊 我那時候在中和 我大概有四五十台腳踏車吧 反正每天帶我家 都是不一樣的腳踏車 每天出去腳踏車也都不見 我是住在菜市場旁邊 就是新生街那裡 在汕頭面那邊 如果你也住中和的話 我這樣講應該比較能夠知道 媽媽才不會不問我腳踏車 為什麼每天不一樣 以前我們家裡根本都忙別人 但我們都在工作 等到有人的時候 他們就離婚了 而且以前腳踏車很炫欸 不用坐墊也可以提 幹 我不要再裝一下 然後 沒有 你如果今天要送在 就去路上把人家的頭箭筒 對啊 幫你菜桌店啊 小時候的生活啦 真的 這就是小時候的生活 正常 正常到不行的 日常 一點的我都不會覺得哪裡很怪 等到我國中 就有一個人專門開車帶我們一起去玩 一個抱有錢的 超級有錢的 一個很有錢的 我們國中的時候 然後那個人差不多二級 就是幫我 開一間網咖讓我去玩的 那個 我以前的積碎 那時候我跟他講說 好想要一間自己的網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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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不可以開一間網咖 過了一個月 他跟我說來幫忙搬東西 幫忙搬電腦 對啊 兩百萬直接砸了 就開了 然後把我背給了 到手上去 嘴裡 在手上去